莫莉吉奥很快就发现 之前那个温和的妻子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对自己发号施令的女人 之前莫莉吉奥的一举一动 都受到父亲的干涉 而现在变成了妻子 她实在是不能忍受这份屈辱 1985年2月 莫莉吉奥提出了离婚 白翠莎立刻急了 虽然生意不好 但生活还算大富大贵 离婚不全都没了吗 于是她用孩子来威胁莫莉吉奥 如果离婚就再也不许接触孩子 没想到把莫莉吉奥惹恶了 听了白翠莎的信用卡 还收回了劳斯莱斯和游艇 白翠莎妥协了 她不得不辞掉古池经理人的职务 然而这不过是白翠莎的临时对策 私下里她依然和公司的高层保持联系 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时机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故 莫莉吉奥发现白翠莎再也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个可人儿 两人已经是貌合神理 1985年5月22日 莫莉吉奥告诉白翠莎 她打算进行一次短期的公务出差 然后就收拾好行李 离开了米兰公寓 第二天 她派了一名朋友告诉妻子 说她不会回来了 两人之间的婚姻结束了 白翠莎立即应对 她反客为主 向法院提出了离婚 并以莫莉吉奥有错在先 索赔每年66万美元的赡养费 对于白翠莎的狮子大开口 莫莉吉奥断然拒绝了 而且聘请了强大的律师团队 莫莉吉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控制了这些年 妻子对自己的控制 她有太强的控制欲 她恨不得把骨池操纵在她的手里 白翠莎反唇相激 如果不是莫莉吉奥对骨池不管不问 用得着她出面收拾烂摊子吗 接着白翠莎带着两个孩子到法院的门口 他们拿着面包 抗议莫莉吉奥对他们母女 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采取的经济控制 就这样 两人的离婚成了一场闹剧 而且一闹就是六年 1991年 法院做出了离婚判决 莫莉吉奥每年给白翠莎 50万美元的生活费 并支付两个女儿的抚养费15万美元 拿到判决书的那天 白翠莎悲愤欲绝 咬牙切齿地说 我恨不得马上看到她死去 旁人都以为她的恨意会随着时间而减退 但是事实证明 并没有 特别是离婚后的莫莉吉奥和多位新女友 在公开场合秀恩爱 让白翠莎颜灭扫地 1995年9月23日的早晨 莫莉吉奥和往常一样前往她的办公室 突然遭人从背后连开四枪 第四枪击中头部死亡 在莫莉吉奥的葬礼上 白翠莎带着两个女儿参加了仪式 我希望警方能够尽快地抓到凶手 看快 杀手被抓住 经过警方的审问 她供认 有人给我钱 让我干掉莫莉吉奥 在警方拿出白翠莎的照片时 凶手一眼就认出了她 是她 就是她 她支付给我150万美元 要我杀掉莫莉吉奥 在对白翠莎卧室进行搜查时 警方找到了更为有力的证据 她在莫莉吉奥遇害当天的日记里 重笔写了一个词 天堂 而在此前一周的日记中 白翠莎写道 毫无疑问 没有买不来的罪行 她知道我花掉每一个莉拉 去看她是怎么死的 但她的价值 不会比一个莉拉更多 经过一年拉锯战事的审理 白翠莎谋杀潜伏罪名成立 她被判入狱29年 讽刺的是 入狱当天 白翠莎仍然身着骨池的服装 只是 即使在监狱里 白翠莎坚决否定 自己的杀夫行为 我确实没有杀死前夫 但我真觉得她不适合活着 白翠莎请求重新判决 理由是她的脑部手术影响了她的人格 2006年1月25日 意大利最高上诉法院 驳回了她因为医学原因 因请求释放的诉求 并做出仲裁 判决她服刑26年 2014年 白翠莎提前出狱 此时 她已经67岁了 出狱后的白翠莎仍旧没有消停 她要求米兰法院重审前夫许诺给她的抚养费一案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米兰法院接受她的诉求 并且宣判 白翠莎每年可以从前夫的产业中 拿到65万元的赡养费 并从1987年开始算 总共是1755万美元 舆论哗然 这位蛇邪夫人再也回不去往日的生活 她费尽心思嫁入豪门 由机关算尽想夺取权力 最后却变成谋财害命 落得丧失20多年的自由 这种经历令人唏嘘不已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